1990年12月在北极圈内一个PMP的村专 两位俄罗斯科学家开始了一项大胆的实验 他们的目标是制造一种增强人类感知能力的专制 但是他们失败了 这个专制根本不能增强受试人的感知能力 不过受试人从实验室出来以后 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在实验过程中他经历了一次时间穿越 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被隐藏的物理学理论 时间科学理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来自俄罗斯的时间科学理论 大家好 我是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逼音的up主 旁边是时间旅行者小仙 对 远程连线是跨越时空的连线 时间科学论是由俄罗斯天文学家 尼古拉卡扎罗夫提出的 这个天文学家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 比较偏门 就是我们很少人能听到这个声音 什么卡扎罗夫 但其实他很厉害 他在1950年左右提出了时间科学论 之后用了几十年来完善和证明自己的这个理论 可以这么说 如果时间科学论成立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前世今生啊 灵魂啊 时间穿越啊 摇世啊 等等这些神秘学 还有什么相对论啊 经典物理学啊 量子物理学啊 甚至是时间穿越里面的一些悖论 都可以被统一起来 都可以被解释 就比如说祖母悖论那种 对 待会我会讲 在时间科学论里面不存在祖母悖论 那现在也在就是也是在被研究的过程中 没有 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被研究 好像没人在研究 也有可能是暗地里在被研究 这个有可能 这个有可能 介绍时间科学论 我首先要介绍它最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以太 时间和扭曲产 就是卡扎罗夫认为啊 世间万物都是由以太组成的 它是组成物质的最小最小的单位 即使是在那种空宽的宇宙中也都是以太 就是这么理解啊 就是说以太组成了空宽的宇宙 暗物质 星球 就哪怕这个你看你感觉这个宇宙里面什么都没有 其实它也是由以太组成的 以太就像 弦理论里面的弦 就是量子力学里面的夸克是宇宙中最小最小的单位 但是它这个时间理论啊 它的时间科学论里面不存在空宽这个东西 就是你哪怕是宇宙中最空宽的地方 你觉得它有暗物质 那个地方也都是由以太组成的 这个空宽也是由以太组成的 你要这么理解 就没有绝对的真空 对 就绝对没有绝对的空这个词 然后是时间 时间这个概念不同的物理学分支有不同的解释 相对论认为时间是时空的第四个维度 它是个维度 对吧 量子力学则认为时间是个参数 它是用来衡量可观测物体演化的参数 但是到卡扎罗夫这儿时间就不一样了 它认为时间是由以太运动而产生的一种能量 在卡扎罗夫这儿时间是一种能量了 就像水流动一样水流动可以产生势能是吧 以太运动就产生了时间这种能量 它认为时间能 对 时间能 它认为时间这种能量与空间不是一个整体 而是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两个东西 就是时间这种能量有两个方向 前进或者后退 分别对应着物质世界的伤增和伤减 时间呢 能对其他物体产生影响 相对应的 其他物体也可以通过某些东西 影响时间 可以让时间的流速变快 也可以让时间的流速变慢 甚至是让时间倒流 卡扎罗夫呢就用 我觉得 你觉得啥 我觉得疫情就让时间伤减了 山增了 那是山增了 流速变快了 山增了 对 山增了 卡扎罗夫呢就用扭曲产来描述时间的这种流动变化和相互作用 简单就说是 时间对某些物体产生了影响 这个就叫扭曲产 这个影响叫扭曲产 扭曲产是时间的波动和涟漪 可以改变物质世界中 事件发生的顺序和速度 扭曲产是时间的载体和媒介 可以被物质或者意识产生能量操控 所以人是可以通过控制扭曲产的方式来穿越时间的 他通过什么控制扭曲产能是通过意识吗 意识是其中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重力 控制重力 对重力 就是因为强大的重力啊 就比如说能量特别大的时候 他就必定会对周围的一些东西产生影响 对不对 不管是空间也好 还是时间也好 都能产生影响 强大的重力就能影响扭曲产 导致时间流速变化 如果那种力特别特别特别强大 那你时间就可能倒流 就是像星际穿越里面的 对 那个不同的星球 是吧 对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因为他重力大 所以他的时间就和我们地球上是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的 但是意识也可以控制时间 因为意识也能作用于扭曲产 只是我们现在我们这种意识 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太弱小了 你要作用扭曲产就 是吧 就像文字 所以说人类的大脑才开发了5%不到 所以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赫尔 不是赫尔 那个斯嘉尼日韩迅人 抄体 Lucy Lucy 他就是被开发了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就爆发了 爆发了是吧 嗯 卡扎罗夫 可以随意的时间穿梭 对 卡扎罗夫制造了一种机械 可以泛纳人的意识能量 待会我们再讲到 卡扎罗夫还认为 所有的时间的速度是无限的 就像刚才说的 时间只要产生 立马就能影响你 没有过去和未来 只有现在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理论 对不对 只是 目前我们的维度 看不到过去和未来而已 不过 时间能和人类的意识能量 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 人类只要提高人类的意识能量 就能够去意欲知未来 或者观测过去 但是呢 卡扎罗夫公布了一个震惊的世界的理论 他说 镜子可以使任何东西弯曲 包括时间能量 通过镜子 所有人都可以进行时间旅行 根据尼古拉卡扎罗夫的说法 时间能量和观很像 它也是一种电磁能 可以用镜子来改变方向 随后 卡扎罗夫就建造了一台机器 来证明它这个理论 这个机器的名字叫做卡扎罗夫镜 卡扎罗夫镜是一个基于 斐巴拿奇数列的几何形状 卷成螺旋形的金属片 卡扎罗夫测试了不同的金属 我发现 时间能量对铝特别敏感 所以他用镜子和铝 建造了他的时间测量设备 他声称通过这个专制 他可以看到十年后的未来 所以 苏联政府就非常兴奋的将他的研究 列成了国家机密 并给予了资助 卡扎罗夫有了钱 就建造了一个更大版本的卡扎罗夫镜 他将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 差不多一二百平米 完全用这种特殊的镜子进行覆盖 卡扎罗夫身上在这个房间里面 时间的流速会明显加快 人呢 可以看到未来 甚至反问到未来 但是变故来了 1983年2月27日 就在尼古拉卡扎罗夫准备测试他 这台神秘的巨大的新机器时候 他突然神秘的死亡了 至今死因不明 这个实验呢 也就停止了 是真的死了吗 真的死了 就像那种什么突发性的心梗那种 对 差不多就是那一突发性的心梗就去世了 我觉得他是因为亏他了太多天机了 我跟你讲 有可能 但是啊 这个实验没有停 你知道吧 到1990年12月 苏联科学院西伯雷亚分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的 两个博士卡斯纳切耶夫和特罗菲莫夫重启了这个实验 他们在北极圈里的一个小镇 迪克森建立了数个卡扎罗夫准 继续进行卡扎罗夫的实验 不过这个事情明显没有这么简单了 为啥 卡扎罗夫准一建成 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在他们的研究所周围和整个城镇发生 关于这个实验还有实验室周围所有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都被记录在了人类宇宙意识这本书里面 这本书里记载了包括测试对象的采访 录音记录还有研究的一些插图等等等等东西 内容非常详实和惊人 但不是那么容易阅读 不过呢 我还是把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下面呢 我截取一个参与者的一段字数给大家 去到830am 我看到一一层红红彩的红彩 在那里面 它那里面 然后失去 一层红彩 一层红彩 那时有与一颗红彩的肤 都有红彩的红彩 有点燈光彩的红彩 那里面是什么 凌业的红彩 然后被灭却了 我突然感觉到那些优优独的 感受不了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在研究所上翻 时不时的能看到出强大的能量的爆发效果 研究员员称它为等离子爆发 或者球转闪电 这些诡异的现象反而坚定了研究人员们研究下去的决心 毕竟刚刚建成就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实验开始了 第一个实验的目的并不是时间穿越 而是验证卡扎罗夫镜能不能真正的增强人的精神能量 实验是这样的 一名受试者坐在迪克森实验室的卡扎罗夫镜子里面 另一个坐在1400英里以外的新西伯雷亚卡扎罗夫镜子里面 然后操作人员给受试者看一个符号 便在脑子里面想 我要把这个符号发送到新西伯雷亚去 结果出现意料 在地球磁产层平静的日子里 成功率只有10% 但是还是能成功 这个已经很牛了 我自己觉得这个已经很牛了 但是 就那边的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样子 对那边的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形状 就他那个符号就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面 对 但是呢更惊人的 当磁产层活跃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有太阳风暴的时候 接收成功率就高达30%到45%了 这说明磁产层会影响对吧 但是至少这个实验是证明了 人类的精神能量被增强了 只是概率问题 于是研究人员又进行了另一次实验 这一次实验 两个操作员分别在迪克森和新西伯雷亚 他们两个人看同一幅图像 并集中精神把这个图像发射到地球的磁产层中 不是发送给哪个具体的地方 而是直接发送到地球的磁产层里面 然后呢 来自世界各国各地12个国家的5000名参与者 尝试在卡扎罗浮镜里面接收这种能量 便观看发送的符号 惊人的结果是 这个实验的成功率高达95% 也就是说5000个人里面有4900个人 都能看到那个发送出来的符号 这就说明啊 人类的意识是能够被卡扎罗浮镜 增强的 而且还能超越空间 超越时间 接下来几个月啊 研究者就将受试者在卡扎罗浮镜里面待的时长 延长到7个小时 相比之前我说的一些什么心灵感应这种事情 更牛逼的事情来了 在书中啊 卡兹纳切耶夫和特罗菲莫浮描述 在延长时间刚开始的阶段 受试者大多能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符号 在实验空间里面旋转漂浮 而且完全隔离的两个人 能看到完全相通的符号 在实验中呢 2000个不同的符号被记录了下来 语言学家对他们进行了研究 发现其中80%呢 都来自一些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其中最常见的文字是来自中东的古萨玛利亚语 你觉得这个和我们讲的那个就是 凡蒂冈钢教堂地下藏的那台机器 是不是也有共通之处 有可能 是不是凡蒂冈钢的机器 其实误打误转的使用了他的原理 只不过他能够把那些信息收集起来 对 而这边的受试者是可以通过精神能量看到一些东西 是的 其实不只是看到 我们接着来 好 随着实验的时长再次增加 一些不明物体开始入侵实验了 在卡扎罗附近长时间待过的受试者 75%的人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70%人看到了万星建筑 68%的人感觉到了太空中有智能实体的存在 他们还给这种智能实体起名字叫做观察者 我看到一个器材和一些颜色的颜色 这在我的心里 起来 我答应 我没有想要 我有恐慌 你 那它是掉了 我看到了一面 它不是那种人 我害怕 我被困了 我感觉我的头发转转转 有灯光的灯光 我问谁在那里 答案是 我没有面子 我无事 我无事 我看到眼睛 眼睛不太好 另一些人甚至被传输到了UFO里面 从UFO里面看到了UFO 我看到了一个灯 在哪里我能够到飞行物 这是黑的颜色 我看到了几个门 我开了一门 我看到了一个人 但是一个小的尺寸 我问他们什么 他们在做 我答应 他们一直在看我们 我问他们 他们在哪里 他们说 他们从大星期间 这是在UFO里面遇见外星人了 是吧 还有一位观测者 对地球做出了令人不安的预测 我的身体很放松 我随着眼睛 我看到了一个物件 飞起来 然后我在一室 我之前没有见过 一个人在中间的房间 他身边没有看到 他开始慢慢地说 你这些都是一些奇怪的遭遇啊 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40%的受试者 经历了时间旅行 不过大多数时间旅行 都是回到自己小时候 或者看到未来的自己 有些人是第三视角看到他们的生活 有的人还是第一视角看到 还有一小部分时间旅行 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前世 或者前前世 比如说一位女士就看到自己 曾经是陈吉思汗的顾问 他为什么确定自己是那个顾问的啊 因为他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还有另一个人呢 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中世纪人的身上 他也是发现自己前前是一个中世纪的人 而还有一个人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角斗士 这些都能跟现实实际上对上 到这儿呢 就是关于时间科学论和人类宇宙意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了 反正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时间科学论还有这些故事 很难说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你刚才也说了 没办法证明 对不对 但是 你要说它是假的呢 一方面卡兹纳切耶夫博士和特罗菲莫夫博士 发表了详细的研究成功 他们接受了很多采访 他们都说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他们没有撒谎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啥 最重要的其实是 他们接受的是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的这种资助 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 包括苏联的特务机构 刚才我们早上说的 包括苏联的特务机构KGB都认可了他们的实验 所以你说这个是假的 这又不合理 但是另一方面 主流科学界是不接受这个理论 也不接受这些实验结果的 而且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实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没有得到管范的应用和特别大的推广 比如说精神能量发送这些信息 对吧 为什么没有 我觉得国家层面在用 国家机器在用 反正这种东西不会开放给普通民众 哪怕你等级第一点的国家机器 我觉得 一个是可能国家机器也没在用 我觉得是啥意思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理论 就是有一些这种 我们可能会触碰 就是我们用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我们这种小人物 是吧 用这个东西 突然之间 这个意识能量提高了 接触到了一些这种外星生物 或者说是高维生物 甚至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吧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知的后果 比如说把那些东西 突然之间拉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 导致全球性的灾难 对吧 所以政府 或者说是这些特务机构 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危险性的 刻意去掩盖了 对吧 他们可能会用 但只能是在一个第一层次上去用一用 如果触碰到高层次 就会发生全球性的灾难 所以他就封闭了 是不是这种可能 有可能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 用这种方式去刺探情报 是啊 我不能让这个信息流出到 敌国也会用 他就知道怎么反卫我了 对吧 对 然后 然后怪奇物语那种 是的 也是有可能的 对啊 就是 其实我要说一个好消息 也不是好消息 我也不知道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其实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卡兹罗附近的设计图是流传出来了的 知道吧 大家现在可以在网上随时都能查得到 而且根据这个设计图 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 我也没办法验证卡兹罗附近是真是假 但是确实能找到卡兹罗附近的设计图 详细的制造图材料这些东西 它写的特别详细 你要说是个假的嘛 谁去做这么一个事情也真是无聊透了 而且它上面标出了所有的材料 是需要什么材料 需要些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通过购买材料 根据这个图纸 建造自己的卡扎罗附近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试一试 验证一下时间科学论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